在銅鑼灣開了一間台灣過江龍炸雞扒店 這間炸雞扒店在台灣很有名 有很多分店 但香港只有一間分店 在香港分店有兩種香港限定的炸雞扒口味 我們一起試試吧 這裡有六款雞扒 天王雞扒、台客雞扒、辣妹雞扒 香港限定有這兩款 避風塘雞扒和蒜香雞扒 我們先吃了這塊芝士雞扒 因為芝士冷了就不好吃了 我們看看它有多大塊 它有很多芝士鋪在上面 它的汁很香 滴沙下來 你看到嗎? 其實它的雞扒差不多 我想有兩厘米厚 而且它有很多芝士鋪在上面 一點都不沽寒 不是開玩笑,超好吃 這間店鋪採用新鮮雞 堅持不用冰鮮雞 所以即使他們選擇用雞胸肉也好 吃下去依然非常汁和軟熟 完全不粗又不乾 淡淡都吃到雞味 為什麼它可以這麼嫩 是因為它用了特別的厚切刀法 令到每一件這麼厚之餘 也不會破壞了本身雞肉的纖維 所以肉汁也不會流失 超多汁 而且它的肉很緊實和很嫩 完全不像在吃雞肉 它裡面還有一些牛油味 還有一點點香草味 應該是它本身的肉用了這些香料 我想說它上面的芝士 你看到有一點焦焦的 是令到整件事更加焦脆和很香 芝士的鹹甜味超好吃 非常配合雞排 我很喜歡它這樣 它的芝士有點像莫斯萊拉 大家一定要趁熱吃 芝士不可以放冷 它超好吃 這塊雞扒是香港限定的口味 就是這個避風堂口味的雞扒 先看看 其實它保持厚度 每塊雞扒都有水準 很脆 所以除了肉很好吃之外 它的炸粉是很薄的 有點像天婦羅 包著肉很爽脆 這個避風堂雞扒簡直是一流 粉不會搶走雞扒的味道之餘 還有微微的辣味 足夠了 很成功 香腸 唱腦 很大的幟 你們知道 沒有什麼樣子 很美味 thể as to buy 不甜味在雞上 我知道為甚麼人喜歡吃更完美 因為是更加吃到雞肉的鮮味 雞是用醇醬醃醃醃 然後用蜂蜜取代砂糖 蜂蜜用來醃肉會令肉更嫩 而且很甜 我覺得這裡的雞扒比起一般的雞扒 是更淡淡的肉和沒那麼厚 所以雞扒比起雞胸肉更嫩 如果你本身不是吃得很重 就應該喜歡吃這個 因為真的吃到鮮雞的鮮味 吃不到完全沒有冰和不粘 是很嫩滑的 還有一口都是肉 想像到這塊雞扒感覺到整個炸的外皮 果然雞扒就是台灣人的驕傲